因為時間關係 我很想講很多話 我就先打住了 我現在時間分配這樣子 我們大概有20到30分鐘的Q&A 那等一下那個主講者有10位 我想應該再分配 5位 在分配大概每個人1、2分鐘 做這個可能要等一下做一個總結 因為這個 佳佳老師我可能要多給他1分鐘 其實我對他是非常非常敬佩 只是開玩笑 這個沒有問題 可能要給他多1分鐘解釋一下 那這個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先天上對法治的國家法系的了解不太一樣 那佳佳老師他是留德 所以他對德國制度 歐洲系統的會很了解 那我以前是從德的 後來我變成從英美 我以前的英文名字是德國名字 後來把它改掉 所以我會 像剛剛他們會提到加州的公投會覺得是負面的 那我對他們的了解 我也不覺得他是負面的 只是他們先天上這種國家的 先天上的思維是不一樣 那簡單講就是說 美國是比較資本主義的思維 他從這種人性效率去考慮 那歐洲社會很多國家從資本主義去思維 那當然都有好 有利有弊 這變成一個選擇 你不能也很難說誰是最好的 我覺得這可能要考慮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這個Q&A 那現場的聽眾 非常感謝你們今天大概坐滿了 那可能 可見大家對這個議題是有興趣的 那我想你們都可以提問 然後我們現場五位與談人都可以指免或是通案 那如果你要發表你的評論 有時候也免不了 那限制在一分鐘到兩分鐘好不好 那現場有沒有人要提問 最後面這位先生 穿 不對的 就是你不對的 不是 你的左手變這樣 好 大家好 然後第一個問題是說 就是去年的公投好像變成了一種所謂民主的負面大權 那換句話說 好像也可以說是民粹的正面大權 那 所以我們希望修改目前的公投法 那今天這場座談會之後 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些後續的行動 例如說像喜樂島要搞一個立委的表態的名單之類的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記得有個政策學者說過說 越在地的是越民主的 那可是就是看 從有公投法之後到現在 其實幾乎有在公投的都是全國性的案子 到現在實際案 可是地方的公投反而是 大概只有高雄好像有一點案這樣子 那就是說當然根據公投法規定 地方的公投是由地方政府自己設一個知識條例去規定他們的地方公投的那些規定 那我舉我住的新北市好了 就是他們目前的知識條例他們是有 那可是 很有趣的是他們的門檻 其實還是維持以前鳥龍公投的雙二一成五四 所以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就是這個 地方公 地方性的公投案 地方性的公投這邊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或看法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是 可能要跟你稍微限制一下 好不好 再一兩句話就結束 然後最後一個是 前幾天中選會有預告說要搞一個 就是 電子連署的一些作業 那 就是為了 避免要偽造 公連署 所以說希望用 自然人憑證 反偽這樣子 那 可是有人又批評說 現在自然人憑證 普及率有限 那要怎麼 要 在 這些 矛盾之間 就是做平衡這樣子 就是想問問看法這樣子 謝謝 好 那我想我們搜集幾個問題 再 統一 由一堂人來回答 因為今天時間其實是很有限 那你剛剛非常棒 已經有四個問題 來 這位先生 他說 你好 要請教那個 劉士王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說 那一段 幾歲 第二 第二个问题是说 我们有年联署 公投联署 很多那个死的 还在联署 说要移送法办 说委员会也没有移送法办 也叫过了 这公投了 死人还联署 还违法 还可以公道 还会过 很难做 什么移送法办 你要看什么 还有一个请教这个 林家和林家 那公投法 闪到落落 大家都看到 还有反面 负面 还合定 合定 这医疗要怎么来喊一下 是不是说医疗公道的内容 喊一下规矩 还是说喊一下 不能负面 又负面 不能负面 又负面 还是说 到底是不是 你要看什么 谢谢 感谢啊 来 林社长 来 谢谢啊 林家和教授讲得有关于 现在公投法 它基本上是宪法层次下面的一个法律 没有去处理 比如说对国家定位 国家主权 国家未来等等 这些议题的一个公投 基本上我也是同意可以这样处理 但目前是因为本身 我们这个国家定位 或者国家前途不分 我想朝鲁个人都认为说 台湾的前途有2356万人共法的决定 他目前是找不出用什么方法 比如说你要修宪 修宪现在目前是要 立法委员三分之三要联署 四分之三同意之后 之后还要经过全民的复决 那全民不是现在目前的公投法 是定在宪法里面 二分之一的投票 过了 答应是五十 我想那个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多的一些朋友 一些团体认为说 台湾的国家这个前途不分 用目前的公投法没办法处理的话 那是不是有一套方式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本身我们 参与很多国家运动的人 最起码一个出口 或者说我们本身回到这个公投法 公投法那个层次里面是一个本身 可能就是一个程序法而已 比方去限制一些议题 那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来运作 那如果没有的话 用什么方式可以处理未来台湾国家的一些问题 或是有人必决定的 用什么方式来参与这公投 你们更另外一种公投方式 这样子 请教李嘉欧 还有一位的这些评议朋友 谢谢 好 那刚刚这位先生 还有 两个问题 第一个想要 请教的是李国敏老师 就是您 深层有提到就是说 强化那个公投的那个资讯里面 里面有一点就是说政府的双重角色 那我听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矛盾 就是说政府要扮演这个政策的辩护者 跟资讯的提供者 这个功能上面似乎有所冲突 所以如果从那个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把这两个角色分开来 那如果不分开来 在同一个组织单位里面 怎么样才能够维持这样一个客观性 我是觉得有矛盾 那请问你对这个组织管理的看法 有什么样的这个意见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跟刚刚有点类似 刚刚的问题有点类似 就是那个林嘉欧老师提到的那个 公投或者项目不能违宪 那问题是台湾的宪法 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宪法 我们国家定位的那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如果公投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是修宪这条路就走不通了 我们只能走自宪这条路 谢谢 很好的题目 来 还有刚刚好像是不是还谁还有要提问 这位先生 我接到 前两位这个问题 因为我对台湾 我们不说是一半六关一半烦恼 因为我烦恼小英民调这么多 这么多 习近平 其实中国很少 他现在也很需要 很需要 好像有一个名字正老师说 他现在是在讨价还价的阶段 那这样 我们还没能够讲到的 还有嘉禾老师说不可以讲到的 这宪政 这个宪政体制 这个宪法层出 这就是说 就是国家定位不可以讲到的 那这样到这边 我很烦恼 现在因为 习近平也有需要 小英也有需要 那他们两个都说一说就好了 对 说一说就好了 好像我们在街头 打拼冬奥 打拼那样久 当然假面的是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 让我们来把这个社会 来做一个保通的工作 我们也看到同分的 大家那样积极 那样打拼 结果 四人 这样讲道也在过 这种的现象 让我们感觉 也是很烦恼 就是说 如果 如果我们没办法 有一个办法 我感觉小英也有需要 习近平也有需要 那他们两个说一说就好了 那这也让我们很烦恼 因为 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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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要贏 为了要贏 到辈子 可能 进入科林这种的现象 请问这个要怎么改判 好 感谢 那这样子 因为这个问题蛮多的 那 以坛能有五位 我做一个调整好不好 就 刚刚 大概讲就以坛能 每个人大概两分钟做结论 我是建议说每个人再增加 三到四分钟 你包括你有兴趣 刚刚这些提问 你来回答 再包括你的结论 这样的处理 往那四五大概二十分大概差不多 那 可以 再留一些弹性 也要跟听众 谢谢你们的提问 如果以坛能回答 尽量回答 我没一定说 大家在媒体都会跟你说 说到 我没一定 所以可能看大家以坛的幸福 我看的 我像我倒抽名来 好吗 那个佳和老师 针对你认为有几个问题 你可以回答 尤其是刚刚 有两位三位指名到你 好 来请 好 谢谢 感谢几位朋友 我先说 千万不要误会我 我没有说 公投不能拿来解决 台湾前途 我没有这样讲 我从来到来都没有这样讲 我只说 不能用 我们现在在讲的公投法解决这个问题 好 这位朋友 你刚刚有一两句话 我有点担心是误解我的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说 对我来讲 要解决台湾 国家问题 宪法问题 当然要用公投 但不是用公投法的公投 我在法律上区分非常清楚 公投好几个层次 第一个 决定国家与宪法的公投 就第一个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刚刚会长有提到的嘛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宪法修正案 立法院通过还要交给全民 全民复决立法院的宪法修正案就是一种类似的性质 对不对 那看东地文 像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 他都是用公投 但这个公投不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全国性公投 这两个不一样 第一种就是直接跟宪法直接跟国家前途有关的 比方说要独立 比方说变更领土将立 这是这一种 第二种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全国性的公投 第二种 第三种是地方性 刚刚第一位朋友也问得很好 为什么我们对于地方没有错 地方是一个大问题 虽然我们的焦点 因为去年基本上是全国大选 所以没有出到这个 没有错 如果你以欧洲场域来看 我看到的政治分析都认为地方公投应尽量开放 全国公投应相当线索 否则你会取代建权民主 便能把代义民主很大程度的摧毁 如果是负面发展的话 所以地方公投我就会赞成 而且不要忘了 世界各国就算全国性的政治体制是内阁制 就算是地方都是总统制 地方都是总统制 台湾也是 所以各国为什么开放 为什么尽量倾向于地方公投要尽量开放 因为各国不论中央是什么 地方大家都是总统制 所以那个直接民主拿来抑制总统制的那个首长权利 会更有必要 所以这个我先一起提 至于台湾 虽然我没有电影谈的比较多 电影谈的比较多 我的看法是决定台湾的国家定位 需要台湾人展现政治意志 这个政治意志最民主的呈现一定是公民投票 这我完全同意 不能用现在的公投法 公投法第16条 只是隐藏着行政院长如果经过行政院院会决议 对于主权有威胁之余的可以拿来公投 大概是唯一比较像的 你会发现他不让人民来联署 他不让人民来联署 有人一直在问了 我们可不可以完全跳过公投法 有例如总统 跳过目前的法律 推动一个展现政治意志的全民性公投 东地文就是这样 他不是用法律的 行政首长说我们来展现政治意志给世界各国 特别展现给印尼看 那个完全可以 那个就是法国人所说的接近制限行为 接近制限行为不必用我们今天谈的法律程度来谈 对我来讲这个政治行为等待的是时机 等待的是什么时候台湾人民政治意志已经呈现 而不是利用我们现在在谈的公投法 最后我举一个简单的讲法 各位可不可以想像今天有人去联署 少数人联署 于是台湾社会拉不过 所以台湾人给全世界的讯息是 我们没有要成为独立国家的意志 这个是这个是什么 对我来讲是灾难 所以我完全同意用公投 但是是必须不同的思维 至于发动时机那是政治问题 那不是我们要谈的法律问题 最后我再简单几秒钟 刚刚有一位朋友也问到 就是题目的台湾问题 没有错台湾问题 一定要不能容许双重否定三重否定 不同的提案如果有相互重叠关系 不论是正面的进合或相互冲突 都要在审议阶段做几个清理 这个我完全同意你的讲法 一定要动 我在外面经常用瑞士日内瓦省的法律规定 他就让例如我们的中选会有很大的权限 在不违背提案人的真正意志之下去修正题目 这个是有必要的 想要认识 我非常感谢佳和教授的说明 其实我非常感谢你的提问 因为坦白讲 我刚刚对佳和老师也有点误解 你这样提问你这样说明 其实我完全认同你刚刚讲的 佳和老师所谓的公投有分两种 一个是现在公投法下的公投 跟自然权利那种公投是不一样的 我的看法是跟他完全一样 所以万分景仰又回来 再加一分 谢谢 其实提问有好处 就把一些误解或疑问把它弄清楚 我们现在再来请晏如兄 好你来看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想要提 有没有声音吗 不好意思 叫我来 我想要提 在进一步讨论 补充两个 两个 大概两到三个问题 第一个我主要是回应 就是刚才佳和老师跟低影兄的意见 我想要谈的是公民投票的 事前的司法审查 我完全同意就是说 公民投票作为一个 如果在宪政体制内的一个决策机制 他都会受到监督制衡 所以大家都会同意说 事后都还是可以做司法审查 那现在问题就是在事前 在提案阶段 就是在投票之前 有没有办法 要怎么样做司法审查 那个制度要怎么设计 我同意就是说 刚才这个低影兄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 说这个宪法是拘束全国的各个机关 所以每一个机关 它都有适用宪法的义务 那包括中选会 然后我们又知道说 我们要修改宪法 我们要经过的那个程序 跟一般公民投票的程序 跟它适用的门槛都不一样 所以今天假设有一个提案人 他说我今天要透过在法律层次的 这个公民投票提案 他就会要达到这个修改宪法的效果的 的这样子一个提案 你说中选会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规定 明文规定说中选会要依照法 宪法去审查这个提案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合法 但是他事实上他就他就必须 他作为一个国家机关 他要试用宪法 他就必须要做审查 但调诡就在说 我们其实中选会 我们这个过去 他确实有真 我们不是只有这次 这次10个提案 我们有37个提案 他其实有刷掉一些提案 是因为那些提案 他觉得有违宪的意义 但是问题是那些提案人不服 他就说他去打行政诉讼 行政法院居然没有站在中选会内 行政法院说中选会无权审查 这个提案的合线性 那调诡就来了 所以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就是说 那是不是变成只有让大法官 这个时候就要介入 那我们在过去 确实有这个我们的这个 微信场记录有一个叫 单纯的宪法意义解释 就是他其实某种常常允许 我们大法官提供一个 咨询性的意见 但是就那个制度 我们后来就是说 其实并不是只有等到 我们宪法诉讼法施实 他就我们其实过去十年 十几年的运作就变成说 这个制度已经慢慢没有在运作了 因为大家会不希望说 让大家误以为 就是说好像只有大法官可以 试用或解释宪法 应该是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法院都应该试用解释宪法 大法官他拥有的权限是 他只是说最后一句话的权利 而不是说只有他可以说话 所以 而且现在被碰到的一个比较困难就是说 他还是一个提案 他甚至连法律都不是 那你也很难就是说 他变成说 他能够做的 变成说是一个咨询性意见 所以 但是确实就有很多国家 他们其实是 事前的时候 他们是允许他们的宪法 法院介入审查 但可能他有一个 重要的一个脉络是说 因为他们的提案 可能不是人民提的 直接是国会提出 或总统提出来的 那为了要慎重其他 他当然会做这样的把关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事前 事前的这个 核线性审查的部分 我应该是说 让中选会去直接做一个判断 他同意或不同意 问题就在于说 他的同意不同意 他不会是中局性的 不是最后的 他会接受司法审查 所以行政法又可以介入 然后我们现在的困难就在于说 我们的制度 只允许提案人提出行政诉讼 我们不允许其他利害关系人 那应该是让其他任何的人 任何的人 他觉得对这个 中学化案有可能 允许或驳回 对如果他允许 那个比如说这个 这个 平权的团体 他觉得这个这个提案 会会侵害到人权 他也要可以提出司法审查 那就我第一次说这个部分也许制度上 我们可以再好好的来来来来思考 谢谢 主持人对不起 我30秒 没有点没有点 发现那个 我在公民团体讨论之中 我当时的建议就是彦途的建议 可是呢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由中选会直接先做判断 那么会引起比较难以承担的政治纷争 所以我才认为加给大法官会许是一个选择 所以业徒刚刚讲的就法律制度的触发点 我完全都赞同 我认为中选会当然有那个权利直接驳回 再保留司法纠绩 所以那个部分最后的制度安排 比较无名是政治考量 这我先说明一下 这一点那个彦途兄他刚刚提了两个问题 就是说 是不是交给这个大法官会来审查 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刚讲知行性意见 你的意思是说大法官提供知行性意见 还是指中选会知行性意见 大法官的解释 如果是解释的话 对 那 然后你有提到就是说 让每个机关其实都有审法解释的 適用解释的权利 那这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问题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 我个人是很反对 对所谓的大法官咨询性意见 就像美国大法官从来不搞这一套 他就是个案判决 那咨询性意见大概是欧陆慢慢产生 但是为什么法院可以去审查 也有解释宣法 解释宪法或法令 这个权利哪里来 是1803年 美国这个medicine case创出来 欧陆才慢慢接受这个观点 像德国二战之前也没有这种观点 这个也没有 所以他们自己创造一个什么 知行性意见 那到底是好不好 那 那彥如講到一個說 所有的機關企業都有解釋憲法的義務跟權利 我認為是同意的 那歐陸把解釋憲法權常常把它集中在憲法法案 我是認為是不是很認同 所以這一點可能也是一個問題 你到底是要擺在什麼地方 那另外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中選會能不能審 早期是設所謂的審議委員會 那我跟大家報告 我審過這個案子 我是新北市審議委員會 那以前李秀妍提了一個廢核式的公投案 那他沒有用廢核式 他用插入燃料棒這一個 那一個我們審議委員會大概二三十個 藍色居多數 現在朱立倫在當市長 但是我說服到所有的 大多數的藍營的人說 這個人民的投票 你拚什麼 不讓人家公投 那武漢奮的投票 那個連署 後來我們是一字訣 那個佳優兄 你講的那個一字訣 我們是二三十個審議委員會 被我說服了 然後一字訣說通過 那出了什麼問題 到中選會就有幾個 就是在政大那一個 有一個教授 就主張要把他剝文 那個案子就被胎死負中 所以為什麼後來就不讓有審議委員會存在 但是中選會真的不能審嘛 我是覺得才會造成問題 那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選的這幾個中選會的主委等等 沒有實務經驗 這個其實技術上是可以處理 而且你要去處理 像那個死人連署幾萬份還讓他過 這個才是大問題 但是行政程序就可以處理 他沒有去處理 造成這個那個選舉的亂想 像那個題目 題目也是啊 像我問加州的朋友 他說這種題目都重複了 大概這次實題應該只有三題 那你題目不能矛盾或是混淆 而且你在主文的時候 你同時就要把法律效果 甚至把他條文化都要寫出來 就是說你要投這個題目 你可能有十個法律效果 有好的有壞的 你在公告的時候就要公告了 然後這個十個題目的 這個題目的法律效果十個條文都要寫出來之後 這個條文才會變成立法要去立的 所以為什麼公投之後 現在就是十個題目出來之後 那要怎麼立法 大家不知道 只有一條是比較具體的 就是那個確定時間 那我的意思就也不是不好 就是說我們公投的實施才在發動而已 我們需要學習的空間 那我們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做立法設計的時候 我們常常不好好去看人家怎麼運作 我們都自己想像 然後立一套制度 然後產生很多問題 那今天我們在辦這個座談會找了很多學者專家 目的就是說我們希望透過他們的專業 那他們對這個有研究 然後可能給社會大眾說明 這個不管像要怎麼解決 也甚至給主管機關有一個好的參考 那再下來 我剛剛講的就是因為我等一下 主持人要後面有一個結論 但是我想在這個地方先拿來用 所以不用擔心那個時間 我把它用掉 好 再下來我們就是那個林教授 來 請 謝謝剛剛的朋友對我所做的提問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牽涉到我們如何能夠在公投的過程裡面 能夠提供充分的資訊 能夠增加更多的討論 那如果你問大家說我們要不要在公投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更多的討論 更多的資訊 大家一定都說需要需要 一定有需要 問題是怎麼做 怎麼做是一個很困難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可能也沒有辦法在公投法裡面 做詳細的這個規定 那當然剛剛很多人都有提到 那如果我們增加這個公投審議的這個時間的話 那林眾也許他有更多的 這個可以獲得更多的資訊 比較能夠做甚至熟慮的 可是問題如果我們沒有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設計 跟安排來建構起這些資訊跟討論的這些基礎的話 那你時間長 你可能還是充實了一些講訊息 或者是一些力量不對等的 某些團體的這些意見 而且民眾還是沒有辦法去獲得充分的這個資訊 所以如何能夠讓民眾有更多的充分的這些資訊 然後能夠去反思 然後有一些更一些合乎事實的這個訊息 這個是在公投的審議裡面非常重要的 那剛剛我有提到 剛剛有很多人也有提到 就是說那我們在公投過程裡面 政府或立法機關我們並不是就等著 看公投的這個 看它進行結構 那我們再來做回應 大於民主跟直接民主之間 它應該有一些結合的這個關係 所以公投的這些提案出來之後 它是一道這些法律這個政策 所以一定跟政府的這個政策的立場有關係 所以政府它必須要針對這些提案 它要表達它的一些立場 它要提供它的一些看法 透過政府的一些立場的表白 政策的說明 它可能會激起社會更多的一些討論 對這問題更多的這些認識 可是如果光是只有政府去講它的這個立場 或是民間有各種不同的一些團體 他們去傳播他們的這些資訊 資訊還是非常的一些混亂 或民眾它不見得能夠去寄出到 這樣的一些資訊 也就是資訊的提供 它不能夠完全只藉由共鳴社會的這個團體 那在這種情況下 那個力量比較薄弱的這個團體 它沒有辦法讓意見比較聽得到 或者它比較不會去上網的 比較不會去接近使用媒體的話 它也沒有這個機會去知道這些訊息 所以這個訊息的提供必須要藉由公共的資源 公共的力量來做這樣的這個事情 那如果你完全交由政府來做 很多人就會懷疑 政府它有立場 你會幫它提供這個資訊 那它不是把這個資訊都完全用來強化它的這個立場 它可能也會扭曲這個訊息 例如說坦白講說2004年的時候 政府安家安戶所送的那個公圖的這個手冊 就在宣傳本身的這個立場 所以假設資訊提供要由公共的機構來做的話 那是不是有可能有一個類似像委員會 那它能夠包容各種不同的立場 對政府或對公共機構所提供的一些資源 它能夠先表示一些意見 那這樣的話對於這些比較一些 事實性的這個東西 它可能會比較會有些過濾 或有一些查核等等的 我有一個例子來講 那比如說像對性貧教育的這個問題 到底台灣目前的國中國小的 性貧教育的內容是什麼 教一些哪些東西 哪些課程裡面有 這個是事實性的這個東西 對 這個事實性的東西 那教這個東西是不是適合 這個不同的立場 有不同的這個主張 所以你應該有一個資訊說 那我們在教些什麼 那反對教這個東西的人的立場是什麼 為什麼他不這樣主張 支持要教這些東西的人 主張立場是什麼 要有這些合乎事實的資訊 跟呈現各方不同立場 讓民眾能夠去深思熟慮 那這個不是只有讓民眾自己到上網 然後當天去看 他要有公共的這個機構 能夠來提供事實 能夠來表達各方不同的一些立場 可是他又要能夠讓這個這些 政訪的一些雙方有一些 同意的這樣一個基礎 而不是讓政府部門就完全依照 他自己本身的立場去選擇資訊來提供 這大概是我主要的這個意見跟看法 但是怎麼樣這樣實行 這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這個挑戰 謝謝 謝謝林教授 怎麼實行 我如果有時間我可以講 但是今天時間不夠 那個任總長來 我應該不會用到反思 因為剛剛的問題比較少這樣 但我自己在想的是 我剛剛的確也在想那個 就是政府作為一個捍衛政策的立場 跟他作為一個資訊提供者 就是我們自己碰到的問題是 政府其實國家有既定的政策 或者是有既定的政治立場 可是他們並沒有要出來捍衛的這個問題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其實這個回到一個 憲政機制的概念說 他的確是需要去看公民這個審議制度 他如何分配 可是他同時也要回到一個政治的現實 是一個政府他的政治責任 到底到哪裡的問題這樣子 那我覺得接下來公投法的修正 是立法院下一個會期的重點 那作為之前的 其實另外一個非常關鍵的議題 接下來立刻會面臨到 接下來在BQT公投法 其實是能源議題 那這個其實更值得關注說 比如說之前的公投是 以核養育的公投 那他們現在要重啟核四的這一切公投 這些公投案的一個接一個 然後那他彼此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對於能源政策到底產生什麼影響 那政府其實在這個地方 到底應該扮演什麼樣說明 然後提供說明的角度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接下來關注 那當然也會 公投法修正也會決定 接下來他們的公投提出這樣子 那這 我覺得我只是從一個 政府到底應該扮演什麼角度 我自己也沒有答案 但是就是我覺得是值得大家再想一想 好 謝謝鄧總長 那再來第 剛剛先進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 過去的公投審議委員會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大法官在 645號解釋 其實許玉秀老師的意見書裡面 有特別提到說 沒有道理人民的 這個連署後的意志 被在一個太上的機關 去做實質審查 然後隨便駁回 那過去有好幾個案例 包括ECFA的公投案 民進黨提一次 台聯提三次 全部被公投審議委員會 其實沒什麼法律理由上面的駁回 所以 這樣的一個濫權實質審查的機制 是被 大家認為說是 踐踏或者閹割直接民主 所以在修法之後 其實就把公投審議委員會拿掉 那這不代表說 如果目前的中選會作為主管機關 不能就合憲性的問題 進行 把關民主憲政的這樣一個價值 他不是一個過去那種 公審會濫權審查的這種情況 而是他對 現在是回到中選會 因為已經沒有公審會了 那現階段的中選會 他還是 在憲法秩序下面 他還是有為民主把關的這個義務 他不再是 跟過去的那個公審會的 濫權實質審查的情況 是不太一樣的 另外一個是剛才提到 移送法辦的問題 死人連署這個問題 確實當時中選會 有把它移到檢查機關去 那下一個問題 可能我們下次要討論司法改革 就是說 後面大家看不到 有任何偵辦的作為 或者是我們的偵查主體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偵查輔助機關也好 沒有任何的一個 積極的動作 讓社會認為說 你有在查這個不法衛造文書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 從去年選完到現在為止 都沒看到任何的進度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然後最後我要 剛才因為先生有特別提到說 這個 國家主權或者國家前途 用公投來決定 其實我也支持剛剛佳和老師所講的 他不是用現行公投法去決定 而是 最後的國家主權也好 或者是自憲也好 他還是會回到人民來複決 人民來公投做最後的決定 只是現行的公投法有很多制度上的問題 我們今天討論很多 那還有一個內在的一個價值問題 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不管是制定性憲法 或者決定國家主權 他還是有一個限制 也就是說 我們不能今天決定國家主權 是要跟獨裁國家統一 這件事情是憲法的內在限制 也就是說 我們在民主憲政的拘束之下 你不能選擇我要毀滅民主 這是目前現階段的 不論你有沒有這副憲法 你都還是受到這樣的一個 憲法價值的拘束 這是全世界普世民主國家的一個 應該算是普遍認知 就是你都已經做人了 你不能選擇回去做教 簡單來說 就是你不能去放棄自己 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那這是目前現階段 我們在討論 不論是公投或者是自信憲 或者是國家主權 必須要很嚴肅面對的一個課題 謝謝 謝謝定議 定議講那個 人如果不能回去做教 這個很有創意的講話 搞不定要做人工 有趣 不過今天 與壇仁對公投法的實施 大概提了很多意見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 大家還是肯定公投還是覺得公投是負面的 我主持人可能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先問一下與壇仁 雖然公投法有這麼多問題 但是認為公投還是正面的居多 我們還是要推公投這條路繼續走的 有沒有反對的 基本上沒有反對 所以今天雖然大家對公投有很多修正的看法跟意見 但是我想只是希望公投更好而已 沒有要否定公投的制度 我想這個第一個我們要先確認 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還是肯定公投這個方向 法例應該是修得更好 另外就是說剛剛有一些建議 大概可能大致上可以比較接近共識 就是說這個中選會是不是某種程度 也應該就公投的議題稍微要去注意 不是全部放棄 那只是說這個審查的到什麼程度 這個可能還是要有一個發展去修正 我現在不敢講說到哪裡 那另外有提到審查的這個跟公投的時間 這個可能要稍微要讓人民更充分了解資訊 這個可能不要過一段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可能這個公投過程 可能有正反面的意見 形成的過程 是不是比較公平的一個平台的設計 大概尤其是資訊的揭露 那另外有提到一點就是說 是不是政府要多做這個 公共機構來做這個事情 不過這一點我有一點疑問 就是說到底這個是政府來做好 還是正反方來做好 那這個會牽涉到 就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的理解 可能是比較歐陸法系的國家 會覺得政府來做多一點 那如果像英明法系國家都會覺得說 比較政府不要介入太多 只個基本規範你要做到 但是可能要讓兩邊去公返去做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從民進黨執政跟國民黨執政 就可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讓你公同 就剛剛提到電影提到 他審議就全部把你打掉了 幾十萬人連署他都可以不理 那換了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他又基本上反而法院採另外一個見解 那這個操作剛好效果完全不一樣 剛好相反的操作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政府機關要扮演多大 可能大家要想想看 到底是政府出來多好還是出來少好 那剛剛我有提到一個聽證的東西 就是說這個聽證的過程 其實我辦了一次是蕭曉玲的案子的聽證 那我為什麼要故意要辦那個聽證 我覺得政府機關的聽證都辦假 政府都是辦假 像剛剛副總召 他提到說他們要去聽聽證旁聽 他們是厲害關係的人 為什麼不能去聽 他們只開了一個不在會議室裡面的旁聽 視訊室給我們看 對啦 這就是政府的亂象 有一次我在台北市政府開會 柯P說他們 他剛好批了一個預算要去採購玻璃 就是他們也要 因為四字709是我去申請的 但是後來大法官解釋之後 我的當事人一、兩百個完全用不到 還是繼續哭 所以我認為大法官沒什麼用 那他裡面提到要給聽證 尤其是這個 我們這種都市更新 好他們現在怎麼玩呢 採購玻璃把人民都隔起來 把這個委員放在裡面 把人民都放在外面 然後你要我們的聽證規則是 要旁聽要先來事先申請 我覺得這都是很荒謬的事情 我們先把聽證做好 公投是要有很多場的聽證 正反面辯論 然後資訊怎麼揭露呢 正方要自己提資訊 反方要自己提資訊 然後可以交互交叉結問 交叉結問是發現 是一個最好的工具 我們的聽證程序 台灣現在完全沒有用這種程序 所以你會變成像柯P的 這個所謂的網路公投那個設置套 沒有什麼用 他們中間的程序都漏掉 所以那當事人能不能像那個蕭曉靈看子 我們是全程網路直播 然後容許外面人來直接攝影 我們自己也攝影 所有人都可以來旁聽 然後都不用拿身份證 也不用事先登記 然後兩邊正反方都可以傳證人 傳專家證人 兩邊都以交互結問 這個就是一個聽證程序 讓資訊充分的方法 現在所有的政府我知道幾乎沒有這樣做 所以會產生你那種 我是利害關係的人 我不能旁聽或是我被隔離 這都是荒謬的做法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很多是因為我們程序上 不會去做產生的問題 不是他整個大的方向思考的 法律制度的問題 那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我想透過這樣大家的參與 然後我們今天語談的 這幾位貴賓 像這個林國明教授 蘇彥圖研究員 然後佳和教授 鄧祖元副總召 還有電影律師 他們非常精彩的這個語談 然後我們也很感謝你們今天 貴賓來這邊也提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那這樣充分交流之後我想對我們的公投法一定未來的修正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方向 那我覺得我們的公投法雖然在起步 起步雖然有一些狀況 我認為會透過台灣社會全民的智慧 我們認為我個人相信 這個公投法會漸漸的把它越走越好 那我首先要謝謝我們今天的五位一談 我們再給他們國務長好不好 那也謝謝各位貴賓的參加 我們也給自己鼓鼓一掌好不好 謝謝你們 那今天我想今天勇士所辦的公投的座談會 算是圓滿的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